观众可以看到是在高雄林延区的高平溪流域 在18号晚间9点的时候穿出了火势 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火势是十分的猛烈 烈焰冲天是几乎照亮了整个夜空 而这场火警也让爱鸟团体跟生态保育团体十分的紧张 因为其实高平溪流域这边是黑面皮鹿的棲息地 早在今年初就其实有过70多只黑面皮鹿来这里棲息的记录 而在10月16号动保人士也观察到 已经有四只皮鹿来到这边棲息 而火警传出来之后爱鸟人士到场关切 表示有听到鸟类的哀嚎声目前也十分的紧张 而消防队研判的这场火警可能是因为秋季干燥 加上这个高平溪流域旁边的野草干枯也是毅然物质 目前也全力的灭火当中